夺第一百金创纪录 全红禅夺冠一举动 连树丸起劲 尽险亡者之风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众所周知最新的游泳试景赛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那么目前的已经是进入了跳水的一个比赛时间 从目前落下帷幕的一系列比赛当中啊中国跳水队呢取得了非常不错的一个成绩 除了在男子女子的一个单人项目当中有所斩获之外呢 就在最近进行的男女混合团体赛当中了中国代表团再一次拿下金牌 那么在这一次这个团体赛当中啊中国队呢派出的是全红禅呢和另外一个年轻的15岁的小将来完成这一场比赛的战战 结果呢经过这两个15岁小将能够努力呢中国代表团也是拿下了这块宝贵的金牌 而值得非常值得一提的是这块金牌呢也是中国代表团参加市井赛第100金 所以可以说不管是对于全红禅对中国代表团来说真的是意义非凡 而随着这一次的金牌啊被全红禅收入囊中之后呢他也创下了个人的一个新的记录 那么第1个记录呢就是拿下了市井赛的首块金牌 对于 全红禅的职业生涯而言呢也将开始一个新的巅峰 另外一方面呢还有一个记录就是呢啊也就是刚刚所说的帮助我们中国队的话拿到这第100块金牌是一个非常旧纪念意义时刻的 所以可以说这两大记录呢其实对于全红禅而言也将会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呢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确实非常值得开心的 而值得关注的是其实啊除了全红禅呢在这一次夺冠取得了一个成绩值得肯定之外 另外一点呢实际上在这一次啊争夺冠军的过程当中呢 全红禅在当时确定夺冠之后所做出了一个举动也要很多粉丝 肃然起劲 从中啊能够看得出来呢真的是王者之风满满的体现 那么在当时我们看到呢全红禅呢完成了三跳取得非常不错的成绩之后呢他也戴着口罩在场下的默默关注着自己同伴的一个比赛 那么在当时自己的同伴呢跳出了最后一跳非常不错的成绩之后呢 全红禅也是立马呢给他送上了一个大大的鼓掌 当时呢通过直播镜头当中可以看到全红禅呢非常的轻松非常的开心 而且呢也是一直呢为自己的队友呢加油喝彩 所以啊说实在呢那么全红禅这样的一个举动呢也要很多粉丝 肃然起劲 之所以说对全红禅呢这么敬佩的话一方面是因为他的心态呢真的是有一颗大心脏 即便是还没有确定自己呢是否能够夺冠军但是呢已经完全享受比赛 在最后的时刻呢是开心的为队友鼓掌 另外一方面呢那么其实对于全红禅来说啊他也是作为一个 团体的一部分的话有认识到这个团体的重要性 无时无刻呢为队友的成功感到开心 这一点呢也是让很多粉丝呢为他感到欣慰的 虽然说全红禅只是一个小孩子还没成年 但是他所做出的这些举动啊真的是非常的成熟稳重 也确确实实呢彰显了这样的一个冠军 王者之风 要很多粉丝看到他未来的 更多的一些可能性真的是未来可泄 所以说实在的我觉得对于全红禅来说他这样的一个本性呢真的是真实的让很多粉丝 非常喜欢的 我们也希望啊接下来呢不管全红禅取得多大的一个成就也能够保持着这份纯朴这份初心 能够呢去享受比赛的同时也能够为自己的队友去加油喝彩 充分的去体现他这样的一个大将之风 那么将来呢想必就能够走得更远 最后呢我们也知道全红禅在接下来呢还有双人10米跳台的比赛要进行 去争夺冠军 也祝福他在接下来呢能够取得更好的成绩 向两进的目标发起冲击 好了本期视频就聊到这里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聊球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